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超受欢迎 专门做星级料理的范光厨老师 谢谢 我们范老师呢 他本身是客家人 对 对 非常会做客家菜 那今天要介绍什么菜 好 今天我就要各位做一套 我们的传统宴河大菜 香菇 翡翠 芙蓉根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把一个蛋白蛋黄做分离 蛤 老师你蛋还要蛋黄蛋白分离 对 我要用蛋白去做翡翠 我们蛋黄先下去 然后再打两颗蛋进去 先是要全蛋 全蛋 对 两颗的全蛋 一颗要分蛋 对 然后两颗要全蛋 全蛋 对 好 蒸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比例 一定要记起来 如果你要做的好看的话 这边的话我们是半杯的蛋液 那我们倒进来 好 然后兑上一杯的水 加上一点点的盐巴 好 再一点点的米酒 好 然后把它打均匀 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好 这样在里面它就很均匀了 对 把这个滤网放低了以后 好 来 马上你把它倒过来 好 好 那我们用Hot Pan来蒸就可以了 开火 好 这个蒸价 不要让它直接接触底下 对 半杯的水就够了 对 不用那么多的水 好 相信锅子 好 这锅放进去 哇 这个卡勒福锅好厉害喔 对 好 用卡勒福锅冒烟五分钟就完成了 天哪 冒烟五分钟欸 对 五分钟就完了 好 那我们一样 等冒烟四分之一圈以后 再开始看时间 好 嗯 然后我们的话五分钟 再焖一分钟就好了 快喔 灌小火五分钟 小火 对 然后我们等五分钟 好 老师我们是蒸五分钟 对 然后呢 再到外锅焖一分钟 焖一分钟 对 然后现在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哇 你看 热腾腾腾 这没有作弊喔 真的 对 好 打开 那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用担心 你看半杯水 就是很好 真的没有干欸 而且更特殊的是这个 哇 你看一下 上面还是整个都是平滑的 也太神奇了吧 好 那我先移到外锅去 好 来 我们准备来把它做翡翠 那翡翠的话 我们用绿色的叶子 不管你用那个泼菜 或是青江菜都可以 那我们刚才比较方便的话 就泼菜 或青江菜 我们刚打了一颗的蛋白 在这里面 对 那我先叶子进去 一些的盐巴 一点点的酒下去 泰白粉 下去 那我们用小S刀头 来把它打碎 哦 一样用巴蜜蜜 对 用巴蜜蜜 然后压下去 哇 这蜜蜜真的是好东西啊 好 我们这样把它打碎就好了 对 OK 下面要炒翡翠 来 我们锅子里面冷锅 然后冷油 好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油就是稍微 薄薄的一层 这样子 就够了 好 那这个时候 记得还没开火 那就先把 冷锅冷油 好 这时候我们的翡翠就先倒下去咯 好美啊 小小的火慢慢去把它翻动 好 刚开始你现在看到外面有一层的油 有没有 然后中间是翡翠 好 你要炒到 翡翠把油吃掉 又把油吐出来 现在看到这一在炒的时候 来 中间的油 有没有 它就逐渐被翡翠吃进去了 炒到它颗粒出来 那很简单 你炒到油又还给你的时候 它会重新再吐油的时候就可以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颗粒又越来越明显 对 而且我们油用很少 用很少 而且油要还给你了 有没有看到 它就重新吐出来了 好 油重新出来以后 来 你现在闻到有没有 青菜的香味就出来了 对 而且它有没有它绿色又更漂亮了 对 对 好 那我们一样用滤网把它滤起来 然后用水冲一下 上面因为它有些的油 你要用水把它冲掉 因为它会把那个油层给带掉 哇 真的 油都出来了 对 好 这样子是又更健康了 对 好 这样可以的 香菇就直接 干香菇先下去 用到我们刚刚打蛋的那个筛子以后 来 把香菇一样把它打碎 新鲜香菇 还有干香菇都要用到 好 直接放进去 好 这样子 磨碎就好了 好 你看这样子切得多细啊 好细啊 好 香菇的香气出来以后 来 新鲜香菇它有一些特殊的多糖体的味道 好 这样把它拨进去 好 那在这里面稍微把它简单翻动一下 好 几片的姜片进来 香菇它会稍微跑一点点的水出来 那多糖体的味道开始出来以后 好 来 那我们直接加热水进来 加热水 对 好 这样子OK了 一点点微微的调味 盐巴 糖粉 胡椒 然后虾子进来 翡翠记得不要全部倒下去 如果倒下去后量太多了 好 那菜其实变得不好看 好 我们拨 三分之一左右下来 好 OK 然后把它均匀地拌开来 好 那这时候把我们的蒸蛋拿出来咯 好 这个最后把我们的翡翠根 淋上 小心轻轻地淋上去 好香喔 我在这里闻到那个香气 这是我们范老师的心急料理 叫做什么 是吗 蒸菇蜃碎芙蓉芙蓉根 最后把我们的翡翠根带到所调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